大家好,我是Stan 加拿大华裔歌手Henry 原本在韩国的形象非常好 因此也获得了很多粉丝们的喜爱 但是在去年中韩两国网友们非常敏感的时期 Henry公开做出了支持中国的举动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不满 然后前几天 首尔麻婆警察署将Henry选为 校园霸凌预访大使的消息传出后 抗议这件事情的网友们 关报了麻婆警察署的官网 而因为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Henry今天上传了道歉文 但是在这个道歉文后 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我是Henry 首先我有做错的行为或说错的话 我都感到很抱歉 我从第一天开始 就是想透过音乐、舞台、综艺等方式 给大家带来感动或欢笑 最近没能做到这件事 我感到很心痛 我绝对不是万恩负义的人 但是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去哪里都得待好几个月的时间 这部分我很抱歉 我也很想念大家 最近无论是YouTube或是新闻报道 都有很多假消息 我原本以为大家不会去相信那些东西 所以什么话都没说 但现在连我身边的人也都相信那些话 我才意识到有多严重 甚至现在连正式的新闻频道都 不只是我 应该有很多工作人物也受害过 但是真正心痛的是 我读着留言发现 大部分不是针对我的行为 或说过的话而感到不舒服 而是因为我的血统 我想做的只是带给大家欢笑 如果有人因为我的血统而感到不舒服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明明说我会一直以美好的事情跟样子出现 没能遵守约定 我很抱歉 因为这个道歉文中的韩文出现了非常多的错字 还提到了血统 所以就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在韩国活动的时候 比韩国人写韩文还要好的人 现在在道歉文错字连篇 连续韩文的外国人也绝对不会错得 血统缺统部分都写错了 一看就是故意的 不就是为了不让外国粉丝们用翻译器翻译吗 在韩国活了几年 血统方面的又不是很难的词 这种假装虫真的很恶心 就算真的不知道 有诚意的想要道歉的话 最起码对不起这个词要查一下后写正确吧 这不就是为了避免外国粉丝们用翻译器翻译 或者是想要引起同情心吗 是因为前后不一致的行为 所以不喜欢你 跟你出生有什么关系 你说因为血统的话 不觉得之前你在韩国怎么能受到那么多的喜爱吗 如果只是因为血统 一开始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喜爱 因为自己的行为搞砸后 现在突然装自己是受害者 真的很傻眼 如果只是因为血统 现在在韩国活动的中国出生的爱豆们 怎么会获得这么多的人气呢 不要在模糊焦点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了 这不就是把一直以来喜爱你的韩国人 都做成种族歧视的人 让自己变成受害者的手段吗 挺聪明的 很快应该就有中国网友发言后拿过去 说韩国人集体骂他 引起同情舆论 然后继续在中国发展 现在在中国微博 Henry道歉上了热搜 Henry你达到目标了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他是觉得他的父母都是中国人 所以才会那样想的 不要连一个人的思想都要干涉 SM17上传的留言 应该都是公司检查后上传的 现在的搜索公司没有好好检查而已 实际上他也没有骂过韩国什么 也做了很多帮助小朋友等的善事 只是因为很喜欢中国 大家就排斥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 对于Henry的道歉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剧《Seminti Eddle》 《Pakserham》最困难的台词 出演P.A.韩剧《Seminti Eddle》爆红的《Pakserham》 之前直播的时候说过 在拍戏过程中最困难的台词就是 Sangwea Nachai-sen-gueso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那一段 Nachai-sen-gueso Sangwea 虽然Pakserham很困难地表演了这一段 但是看着这个片段的我们的表情应该是这样 然后这后半部就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